讲一个事实面 行政院毛治国他自己跳出来去主导这个事情 这是个事实 经济部长邓振中告诉我们 他任内一定要开放 这是个事实 第三个事实是什么 其实在所有的会议当中 投审会 民众知道过去有无数的案子 投审会就开始在进行运作了 所以现在大家很担心 经济部投审会到时务一过之后 变成背黑锅 但是马政权你坚定开放的方向 依然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了 来 可可姐 如果真的 因为我特别强调 为什么看守政权 可以这样子做吗 一个看守总统 在过去 刚刚老师特别举西方的例子 其实在美国很多的例子 外患罪 你把我美国的机密资料给中国 说真的涉及到这种机密罪 都是重判 不会有所谓的假释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如果明知道 他的来意是这么清楚的状况之下 背离民意 伤害台湾 继续开放 这没有法律的问题吗 不用去追究吗 这没有牵涉到所谓的外患罪吗 来 可可姐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法律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国家安全 这是国家生存命脉的问题 我要请教这个 也要劝诫一下 是为 这个议题不是一个选战的议题 这是一个国家生存的议题 如果说马云九总统今天早上开记者会 说他的总统府绝对没有介入这件事 他已经指示行政院的毛院长 对这些事情要在明年520之后 有新的政府来决定 那我们现在是安心的 如果说毛治国他可以拿出证据 说他没有在台电大楼有一个秘密的会议 那我们今天也可以不必讨论 这件事情不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跟民进党总统候选人互相较劲 谁讲的比较大声 谁说不准他进来比较早的问题 而是现在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先生 你有行政权吗 你只不过就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空壳子主席 你是一个三角猫的主席 大家都知道 你连一个国民党的内院党团 去年的时候 今年发生克纲的事情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被做掉的 你想要开临时会 当时你的党团的书记长 赖世保先生是怎么样开朝野协商的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说 在选举上它的发展是什么 而是它是非常复杂 复杂到什么 我告诉你 经济部内部的员工 现在一片愤怒 请教你们国民党人 有去跟经济部相关人士聊天吗 我的朋友跑经济部 亲口告诉我的 这两天经济部里面 士气昂扬愤怒到极点 他们最恨的那个人就叫做赵卫国 讲话嚣张 这件事情分不同层次 晶圆有晶圆的问题 IC设计有IC设计 封测有封测的问题 这是半导体产业 好 最上游 现在最危险的 最不可把技术给偷走的 就是上游的IC设计 政府对晶圆已经有开放 台积电历经各种讨论 而且台积电是自己的资金300亿 拿到对方去 开一个国际化的台积电公司 因为台积电本来就是国际公司 那其他的呢 所造成的问题是 当这个台积电要去了 然后封测由紫光 想要吃掉这个细品 紫光想要吃掉细品 是想要杀掉台湾的第一大的日月光 所以日月光跳出来了 好 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企业并购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IC设计 联发科跟联发科的相关的 同业的问题 联发科跟IC设计的南貌历程 这些紫光扬言要买 这是两回事 刚才四伟念了一大套经济部的发言 经济部那个发言叫废话 他说我们绝对不会让入资控制到五成 如果让入资控制到这些大公司控制到五成 台湾就已经完了 你知道日月光这个我们的我们那个那个家族里面 细品的家族他们在这个林文博他们在细品里面控制多少股份啊 百分之二 你知道联发科蔡明介家族蔡明介自己总共有多少的股份 百分之七 所以你就算是随便的一家这个中国的资金公司 他随便给你砸个百分之十 两家合起来就是百分之二十就可以主导 要不然日月光怎么可以去主导的细品呢 所以这件事情严重到 我认为双方都应该在这个案子当中 两个总统候选人应该坐下来 包括第三个宋楚瑜先生 这是事关国家的命脉 应该应该有停战 这个议题就是不准继续谈下去 520以后再决定 蔡明介联发科 今天这个讲到这个联发科 这个更令人生气的是什么 联发科所解决的是他个人的问题 不是产业的问题 因为专家都已经说过 所以呢联发科跑去跟毛治国 去这个秘密会议 然后毛治国搞不清楚状况 我联发科快倒了 我要去参加他的这个物联网的设计 联发科自己都承认 他还有七年的发展的生命 但是因为他自己做IC设计 市场都在大陆嘛 所以这个他要转型 要转到物联网去 转到物联网 要跟中国大陆的中国工信部来合作 所以他必须有中资 要建立政治关系 这是联发科自己都承认的事情了 你们还要怎么讲 他就是为了要进入物联网 要5G的规格 他要参与制作 我告诉你 过去我跑中华电信 跑电信 我们从最早类比斯到数位市 可能各位民意代表都知道 的采购的设计 美国跟台湾的厂商之间 都要有非常严密的讨论 因为一个规格的一个设计下去之后 就是一个长远的产业链的发展 联发科用这个理由去跟毛泽国讲 意思是全中华民国 在520之前 要去救一家公司 我不管这家公司好或是不好 联发科本身在IC设计 市场也赖中国太大 因为它都是山寨的市场 所以它现在市场 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 所以它必须转型 当它要转型的时候 它跑来跟毛院长说 我这家公司要活 请你让中资投资联发科 这个不是行业 我讲的是联发科跟IC设计之间的差别 IC设计 连美国人都不让大陆人入主 IC设计是台湾的半导体业的中枢 是脑袋 现在四肢可以去了 晶圆可以去 风策可以去 脑袋可以去吗 这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 你的态度太不坚定 你应该立刻召开记者会 向总统挑战 请总统立刻宣布 520之前不可以做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没有那么的 完全的所谓市场开放的问题 它的决定就是 你马英九目的在哪里 你马英九是真的想在 1月16号以后掌握国民党 然后去跟大陆来建立一个 一个求好的关系吗 第二相关的官员 不管是行政院的或是其他的 你们在立储这些中资 来投资这些台湾公司 你们目的是什么 你们目的是现任之后 要去上班吗 当然是 我告诉你 国民党的过去在30年来 从新竹科学院区发展到现在 多少的资深的高官 现在在大陆发展 所以 农委会多少人在大陆发展 然后现在有很多人在穿梭 他固承大陆来投资将来 卸任之后就可以去上班 那是另外一个新型的买办 来我请教师小段跟李欣大哥 为什么 我今天看到这个情势的发展 我看到这个因素里头 让我更加感慨万千 一周看里面的报导里头 因为我们前几天已经秀出 南方人物 把洪秀柱放到一个cover story 叫做党的女人 说真的 这个标题 我实在不喜欢这个标题 我要是洪秀柱我一定抗议 到底是哪一个党 什么叫党的女人 在南方人物 中国的媒体里头叫党的女人 这个呢 一周看今天报导说呢 布局党主席的选战 洪秀柱将会习近平 等于是说当朱立伦 我刚开场讲过选总统之前 哇 以一个新北市的名义 意外 然后去会见的习近平 喊出两岸同属一中 现在连这个党主席 他也认为未来党主席可能是他 而且要会见习近平 现在的情势是什么 一个中国准敌人要做什么 我们就开大门 引清兵入关 包括总统候选人 这个政党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包括党主席 都要靠习近平点头吗 来这个情势来 小段怎么看